从意念书写到电子皮肤 微型芯片如何打开仿生之门 微型芯片正成为开启仿生之门的钥匙 人脑拥有地球生物中最复杂的结构 芯片是各种电子设备的核心 当自然的精妙之作 与人类的智慧结晶接壤 或许能破解生命的奥秘 他们突破固有思维 探索人体的课征 尝试将芯片植入大脑 皮肤 以此解析生命信号的更多可能 脑机接口专家斯坦福大学教授 神经甲体系统转化实验室联合主任 科生山奈将芯片放入人脑 通过脑机接口解读思维 让失愈者重新具备表达的能力 柔性电子支付张A 华士是少有的入选 美国所有国家科学院的天才人物 他设计出能连接皮肤的电子设备 可以精确测量各种人体指标 甚至能辅助新冠患者监测监控状况 科生山奈展示的电极阵列中 每个电极4毫米建方 共有100个微型电极 每个长度1.5毫米 这组电极阵列就是该研究领域的核心 名为由他电极阵列 当今的电子设备都基于刚性平台 也就是具有机械和几何学特性的半导体晶片 你可以把它放在手机或电脑中 但你肯定不希望把这玩意塞进大脑里 心脏周围或者皮肤上 这样阿者相信 强大的数字设备会得以广泛应用 这种设备是持续监测的 轻浮的 没有不适感的 简单易用的 它基于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 感谢观看